谁让你碰这个箱子的 谁的 我问你这是谁的 你出差去哪了 有个神经病老婆 什么感受 来狼哥 我来拿我箱子 嫂子你别误会啊 这箱子是我让狼哥烧回来的 死瓦是我老婆的 不好意思啊 我箱子长什么样你都不知道吗 你的结婚戒指呢 刚修水管怕弄脏给摘了 你是怕弄脏了 还是怕被别人看见啊 你 我先走了 歇会吧 我来 你对别的女人也这么阴心吗 来 我还是打地铺吧 就过不去了是吧 老公经人出轨后 我选择原谅他 却发现破镜重圆 就是一句假话 你还要怎么样 你能不能站在我的角度考虑考虑 你能不能别这么折磨我了 吵什么 吓着孩子 妈 你说我为了他和孩子 公司外派我都拒绝了 每天是个狗一样低声下气 他连一个好脸色都不给我 他有什么过不去的 他过不去的不是那件事 而是自己心里那刀坎 叫爸爸 来 你看我孩子 我去个厕所 哦 好吧 好吧 你干嘛呢 我上厕所 你干嘛 手机给我 手机 娜娜 你没事吧 你怎么了 我上厕所呢 我看搞笑视频 有些次是拔不掉的 你欺骗他一次 他就会怀疑你第二次 哎 我都解释过多少次了 那是我老板 我俩真为什么 不是碰上才算 你撒谎陪他逛街 聊天的时候 有没有心动过 好看吗 好看好看 我去接个电话 咋了 你昨天下班 帮我买个试错吃饭 我来一半年 你不太舒服 我像 我回不去 娜娜 你快看 是不是这个 我看你每次来月经 都要背着些 我就照着买了 谢谢妈 我看孩子 你快去收拾 谢谢妈 你女老板需要帮助的时候 你没窃息过 啊 我房间的热水气坏了 能借你屋的用一下吗 在成年人的世界里 无拒绝就是默许 那 让他一点错没有吗 再说了 我都道歉了 要你是娜娜 是不是也可以立马说 没事 很多伤害 就像在木头上钉钉子 拔了钉子 痕 依旧还在 要真的想好 先拿出你该有的态度 媳妇 你去哪 我们离婚吧 媳妇 我真的知道错了 你又再给我一次结婚 看在孩子的面上 留一次 我们回不去了 如果你对我和孩子 还有一点亏酒之心的话 就把这个欠了吧 我的老公好像恋爱了 孩子出了 你来了 谁啊 嫂子是吧 我是对面刚搬过来的 今天早上王哥还帮我搬了不少东西呢 啊 对了 这是我特意给你带的 谢谢啊 你嫂子脾气不好 有事让威胁客 妈 嫂子 你这个菜做得绝了 啊 想吃你自己做去啊 实在不行 你爸还有个女邻居的吗 让他给你做啊 你瞎说什么呀 人家都已经结婚了 那你还真是饿了 什么都吃得下 哥 到底怎么回事啊 我就帮邻居搬了两个箱子 他就吃醋了 都是家庭父 人家温柔得体又大方 他呢 腊里腊胎 那谁不喜欢美好的事物 而且我还是西长 光鲜亮里是用钱和爱堆起来的 你给娜娜了吗 每天就知道两手一摊 真当自己是雇主呢 老公 你帮我把衣服往洗几里扔一下吧 喂 哦 好 开会啊 我马上过去 历史开会 历史开会 哎呦 这文件不拿怎么开会啊 您好 您播降的用户在 哎呗 李总是吗 你们不是开会吗 你们别着急啊 我现在 这文件不拿怎么开会啊 您好您播降的用户在 哎呦 你能不能小点声孩子睡了 啊 哥大杯水 你今天没去开会吧 你去哪了啊 我忘了 回来路边肚子疼啊 我去医院了 哎 呃 呃 行行行 那你给我转五百块钱 孩子奶粉没了 我要给孩子奶奶粉 啊 等发工资了吧 这小孩子是费钱啊 嗯 这不你生日吗 那提买了表送你了 好亲 啊 这也是别人送过我的 哦 哎呃 这也快七点 我得赶紧回家给我媳妇送 哎 这招什么急呢 你就是把你媳妇惯了 这女人本来就是用来做家务的 我 我算去做晚餐 是一个 不就是做点家务吗 我也没看到做多少 不就是做做饭 洗衣服 他倒还崩溃了 那是因为家务是没有量化的 你上个班做完一件事情 就能看到结果 家庭主妇可不一样 他每天做的 都是一些没有结果的事 比如递脱了 脱完又脏了 饭做了在哪呢 吃了 钱花了花哪了算不清了 时间长了 一点成就感都没有 自然会崩溃 其实身体累还不是最重要的 最主要的是心累 和你的不理解 不尊重 嫂子 你最近这脸色怎么这么差呀 每天只是两三个小时 脸色能好吗 哎 正好 我买了这个 可是 为什么做家务很累 因为家务里有很多 你叫不上名字 但必须得做的事 他每天忙得脚糊糊 打红脑勺的 但你却觉得 这都是理所当然的 我也没做什么 你还没做 不承担养家的责任 成天在外面 把江花惹草 下次再让我看见 从家里给我滚出去 我不要三十二十 我去跟他拿到现在 哎等会 刚好上次给我嫂子买的那个 燕猪仙燕燕窝没了 以后的都你补上 跑了出来